葡萄牙為了要迎接疫後旅遊潮 在日前 它啟用了全球最長的行人吊橋 這個吊橋全長五百一十六公尺 它懸掛在高一百七十六公尺的半空當中 全部走完的話大概需要十分鐘 有許多民眾就表示 即使是有懼高震 也要來挑戰一下 阿羅卡五一六行人吊橋 坐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北邊三百公里的阿羅卡小鎮 全長五百一十六公尺 是目前全球最長的行人吊橋 日前 開放民眾是體驗 當地居民薩維跟妻子 在吊橋向導帶領下 走上能透視河谷的剛制網格橋面 五一六阿羅卡吊橋 達佛從二零一七年起保持的紀錄 取代了全長四百九十四公尺的 瑞士阿爾卑斯山查爾斯庫納吊橋 耗資兩百三十萬歐元 甚至超過七千七百萬台幣 阿羅卡五一六吊橋 歷時三年打造 二零二零年七月完工 位於聯合國家各文組織認證的 阿羅卡地址國家公園內 連接阿吉拉斯瀑布跟帕瓦河果 橋面距離河谷的帕瓦河達一百七十六公尺 由不鏽鋼所懸吊 頭尾兩端有兩座巨大V字形的高塔支撐 堪稱葡萄牙建築的驕傲 就連阿羅卡的市長 也站上吊橋受訪 走完全程大約十分鐘 吊橋上同時可讓一百人 在橋面上行走 為了親自體驗這座世界上最長的行人吊橋 就算有懼高症的民眾 也不惜親自來走一趟 為了替吊橋啟用造勢 葡萄牙集的時尚設計師 特別在吊橋啟用前 利用吊橋當成時尚生產台 發表2021年的秋冬作品 阿羅卡當地由於人口老化 所有年輕人依據大成什麼事 再上新冠疫情衝擊 觀光手以奏捷 希望透過吊橋這個星期的正式開放 能在今年夏天歐洲恢復旅遊時 吸引觀光客造訪 振興當地經濟 觀光新聞,紀元請編輯